您好 欢迎收看周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雅婷 嘻哈文化发展将近半个世纪了 被视为嘻哈音乐发源地的纽约北部布朗克斯郡 最近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特展 带您一起去看看嘻哈50周年的黄金岁月 嘻哈是一种全球文化现象 它不只以饶舌音乐的方式呈现 更展现在服装穿搭 街舞 涂鸦等层面上 根据嘻哈证实 1973年8月11号 一名DJ在纽约市北部布朗克斯赛吉威克大道的公寓中 举办了一场派对 期间用了两台唱盘播放两张相同的唱片 再以回音器实验性地拉长肩奏 结果不止成功朝热气氛 还打造了有别于funk 灵管与disco的曲风 之前1983年 他们真的没有收到那个钱 像他们现在已经收到的 因为我们没有收到的钱 你知道吗? 这是我们的文化 这是我们做的 你知道吗? 我们舞台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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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半世纪以来 居民以非裔拉丁裔为主的布朗克斯发展迟滞 观光客甚至鲜少造访 不过这个夏天布朗克斯要大出风头 因为嘻哈音乐将在8月11号宽度50岁生日 近期街坊派对演唱会一个接着一个半 8月11号当天 羊鸡球场更将举办传奇组合RUN DMC领衔的演唱会 气氛将达到最高点 不止如此 近日羊鸡球场附近的商场店面中 还举办了一场名为嘻哈黄金年代的特展 这个特展可以说是预计2025年开幕 环球嘻哈补物馆的预览 当中不只展示文物 更希望让嘻哈协助布朗克斯改头换面 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已经知道了 宣传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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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希望我们要成功 再Redmi出传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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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 our707公司 forever. 课展规模不大 主要是呈现1986年到1990年 由Round B&C等艺人 带起的嘻哈黄金年代文物 包括了衣服 海报 照片 影像 还有音乐串流时代 少见的卡带 唱片以及播放设备 天堂葛瑞表示 四十多年来致力搜集相关文物 走遍全球后回到故乡呈现藏品 对它来说别具意义 洛吉布卡诺则期许 富朗克斯能成为吸引越迷朝圣的 文化艺术新卖家 庄社记者尹俊杰纽约报道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 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带您关心动物保育 外形长得像钢盔的后又叫做马蹄蟹 它的淡蓝色血液具有高度的医疗价值 因此又被称为蓝金 但由于人类大量捕捉 采集血液 放生后容易失血过多死亡 现在后面临了生存危机 带您深入了解 一只只长得像钢盔的后 被放上实验室的架子 经过消毒后开始抽血 这淡蓝色血液 有助人类的医疗用途 人类的行为却不利于它的生存 后的祖先大约4亿年前就出现在地球上 因此被冠上活化石的称号 也有人称之为马蹄蟹 现在大多分布在美国东海岸 和亚洲部分地区 台湾和黎岛也可以见到 后的蓝色血液是生物制药产业 用来测试新药和试剂安全性 许多后在实验室抽血完毕后 重新野放 却失血过多而死亡 引发生存危机 现在制药产业还计划扩大补牢范围 保育人士指出现在后卵数量和90年代相比已经锐减 连带影响吃软的海龟 候鸟和海鸽等生物的生存 这个历经数产生还得已生存的老前辈 遇到人类 遇到人类却难逃生存 总有座帕塔动物团队 这座私人空中动物团因为空间 卫生等环境恶劣问题 长年以来备到人类却难逃生存 长年以来备受争议 几乎丧失了飞行能力 只会在铁龙内摆动翅膀 或许国际善待动物组织 也曾公开呼吁 有求帕塔动物团改善园区环境 但都未得到时日回复 近来泰国有意摆脱 虐待动物的恶名以树立保育形象 尽管当局已通过新的保育法律 防止虐待野生动物 并监督国立动物团 但是帕塔动物团属于私人所有 未必在保育范围内 园区动物的未来仍令人忧心 专社综合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